QQ微信帖子邮件高留起来方便夸券 还用个人家的一斗 前期有一些片子订了个规范肯方 给他利用用个一日收换 过边了变成的草票 小鱼也给忙了公司的规计 上年给这QQ的 修家老厂发过了个小鞋 一旦去见忙 交给资付也变成了这草票 后来就是发了一个表格给我 让我打一笔款过去 然后我就问了他这笔什么款项 然后后来没有经过电话的确认 然后给他直接打过去了 一一老重 SN金通过QQ 叫小鱼维股草票 最高张对方车业的键 都蠢 通过某张尼昂 把小鞋的草票维股考 否则微快资入 小鱼反一对方的QQ 是这下西 因为早上成功之后 然后我跟我那个老板这边 短信都有收到的 然后我老板就是打电话过来 问我就是这笔钱打出去是什么 然后后来就一直到是被骗了 都已经无法正好地讲话了 反正感觉就那么一瞬间 16万块钱就没了 我们接到报应之后就立即展开这个银行的这个紧急支付 那么通过这个紧急支付的话 及时的把这个16万元冻结掉了 那么经过一个月的侦查 那么最后我们找到了这个赤卡人 反正是关于钱的这事情就是一定要确认确认再确认 肯定对其实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像这一类的话诈骗案件 因为它基本上都是通过网络犯罪 不是说面对面的 那么我们的话也是通过盗查这个QQ 然后目前的话 行人的话就是说 锁定的方向是在广西方向 然后具体的案件的话还是正查到中 最后小于发言的照 而随谋进方非人夸 要不及个小路外还不如进士您的网 除了个业经济各地都有 各种招牌方向就造成业 而方提醒也举 特别是社会领域 一定要小心 为产票自己 一定要得本人通缉 可能只有这位 如果QQ大靠 也将日通过好友 请不吝点赞